粉刺 針對粉刺其實最簡單 就是我覺得每天的洗臉非常的重要 因為洗臉它的目的就是可以帶走一些的廢棄角質 但是有一些比較大的粉刺 它其實並沒有辦法靠著簡單的洗臉出來 所以呢 有些人會用 青粉刺的方式 有些人會用粉刺棒 或者是說 比較特殊的一些青粉刺的 器械或方式把它粉刺 弄出來 剛剛講的這是物理性的 那化學性的換膚呢 就是我們比較常聽到像杏仁酸 果酸的換膚 那是藉著融解這些 餃子把它融出來 有效的更powerful 那一種方式就是用 口服低劑量的A酸 也可以讓這個粉刺的生成會降低 我們醫美療程大部分 比如說像有些人它粉刺蠻多的 很容易生成 有一些療程比較像杏仁酸換膚 那可能要做個 四次五次 那漸漸把這個 廢棄角質慢慢代謝掉 它長 第一個它粉刺會減少 第二個 它長痘痘也會減少 因為粉刺其實是長痘痘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字幕內容